杭州林平有一个东湖欢乐钓场 场地里有两个水塘 梁先生介绍 来钓鱼的顾客 每次交一定金额的费用 钓上来的鱼可以带走 入场时要交的费用每次都不同 老板会根据放鱼数量不同进行调整 放个三四千斤 它收费会贵一点 放的少呢 它收费便宜一点 基本上平均下来大概300块钱左右一次吧 头两次就是这边出鱼出的不错 就钓起来以后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钓友会感觉 这边老板放的数量比较多一点 今年六月梁先生在这里充了五千块钱 办了一张会员卡 他说双方没有合同 只是约定 他每次来钓鱼可以打七折 钓上来的鱼也可以折算成一定金额 重新算进会员卡里 七月份之后他就不放鱼了 他就以这个天气不好为借口 就是说天气太热了 鱼要放了要死 他就一直不放鱼 到九月份的时候天气开始转凉了 那这个时候他还不放鱼 然后我们群里面几个会员就开始问了 就说那你到底准备什么时候放鱼 我毕竟充了钱的 七八九月份上温度很高 鱼鱼不能放 放下去它全部死掉了 这个都是市场行情都知道的 别的鱼在放了 别的鱼一直都在放 两个厂都在放 你看这么多钓友都在钓 都看得到的 我就说七八九这三个月 就是别的鱼一直在放 对对对 为什么专门提到鱼鱼呢 这跟梁先生的钓鱼方式有些关系 他介绍 受家里长辈影响 很早就开始接触钓鱼 去年开始迷上了一种叫陆亚的钓鱼方式 跟坐在岸边静静等待不同 陆亚用的是仿真鱼儿 需要钓鱼人不断地操作 去引诱鱼来咬钩 他们这种鱼呢 可能相对来说 就是鸡鱼啊 就是四大驾鱼为主 洛亚的话可能钓的更多的 就是那种比较凶猛一点的鱼 会主动攻击的这种 外面的鱼常在放别的鱼 就是比如说红苍啊 笋壳啊 这些鱼还是可以放的呀 我们的糖开好 具体放什么鱼种 我们会根据天气来改变 就是说容易死的鱼 到热天是肯定不能放的 红苍笋壳可以放 红苍笋壳可以放 因为他们可能钓法不一样 当时怎么没满足一下 他们的要求 帮他们放放其他这个 这个我们热天的话 是路亚是 因为路亚是临时改成了 放鸡鱼这些鱼 梁先生说 今年9月 他们几个喜欢路亚钓法的钓友 就在微信群里提出了退款 当时金老板回复说 可以退款 但只能按原价退 他们也接受了 他自己算算 还有3000多块钱 现在金老板又不同意退款了 他们没人来退啊 一个人都没来 每天都在这里 你退费你要到过来吧 你不可能微信上说 多少钱就退多少钱 对不对 咱们这个东西肯定要有个 这就是属于耍赖的已经 我是觉得不会耍赖 我耍赖的话 我就不会再放这个鱼了 刚才聊天记录 大家都已经看清楚了 你自己说去算一下 你看 然后我们一起在群里 这个是10月15号他自己说的 你9月份要求退费 你为什么10月15号 你又来跟我讲 让我放鱼 你没有退给我呀 你没算出钱来呀 金老板说 最近已经在往水塘里放毒鱼了 就在记者来之前 还刚刚放了一批进去 他还强调 在梁先生等人充斥之前 就已经明确过 钱是不退的 梁先生打算 向12345热线反映情况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